你現在聽的是圓網台 我是生食食出新生 和綠色心靈力量的主持周小祥 哎呀,你輪轉天氣 風濕骨痛好辛苦啊 奶奶,我剛剛買了一個最新科技的太空小寧精 可以迅速舒緩任何痛症 那就不怕風濕骨痛了 哇,這麼好啊? 那就多買一個分享給姨婆吧 太空小寧精 可以在陸創意健康店買到 電話288248400 網址是www.healthshop.com.hk 以下節目內容 純屬主持及嘉賓個人意見 與本台立場無關 歡迎收聽圓網台的《自然療法與你》 我是Diana 今天會繼續跟袁大明自然療法醫生 跟大家分享一些最新的自然醫療資訊 最新的發現 讓你和你家人可以享受到健康化學的人生 Hello袁醫生 Diana 你好,大家好 Hello,大家好 我們今天的題目是 改善飲食後會遇到什麼症狀 是啊,相信大家都聽過了 醫食同源,中醫經常都這樣提 這是一個醫學的哲理 西方醫療希波格拉底醫學之父 都曾經說 食物是最好的藥物 其實真真正正的健康 是長遠的健康 是很視乎我們那個飲食的 但是你知道 一般人吃慣了某種的飲食方法 雖然對他的健康可能造成很大的傷害 但是結果叫他們改善是很困難的 大部分人都改善不到的 又說回我最近去巴黎 上了三天的自然療法的國際會議 其中他強調了一件事 就是說到底素食好,壞肉食好 就是說很多方面的 最後結論其實 最主要是吃一些適合當地的季後 當地的土壤風土的食物 以及合乎季節的食物 當然要完整郵寄 其實關鍵在這裏 但還有一件事他很強調 其實大部分人的問題是什麼呢 是吃得太多 其實很多時候 為何會吃得太多呢 其實很明顯 身體是 雖然在吃一些食物 但是他的身體總是覺得不滿足的 就是他的身體的需要 是未能夠讓他所吃到的食物 是滿足到的 很明顯 他的食物其實是沒有什麼營養的 所以身體其實還是需要 雖然是需要一些營養的 但是雖然是吃的東西 全部都是我們叫做 我們叫做MT Calories 只是卡路里 但是沒有營養的 所以身體 在生理上 雖然是覺得是未夠滿足的 所以很多時候 導致人們會越吃越多 當然 除了用食物來滿足自己的 生理上的需要 很多人因為那個營養 營養不好 營養不足 他就會借助一些所謂刺激的食物 譬如咖啡、酒 來滿足自己的 生理上的需要 所以這個就是一個 很難處理 大家都會說 就是 衣食同源 食物是最好的藥物 但是做起來的時候 其實是很難做的 我們首先要了解一下 其實什麼叫做 什麼叫做好質素的食物呢 大家要改的時候 有什麼的方法 起碼把食物的質素改善 我前一陣子都和大家分享過 我有一個新的食物金字塔 是吧 我也強調 其實食物方面 其實最主要的是蔬菜類 起碼百分到十二份 盡量吃多些生的 還有減少那些根部根類的蔬菜 譬如有薯仔 番薯仔 番薯等類的 第二就是水果 水果 還有乾果水果 然後就是豆科 pouses 豆科 貶豆 然後再上一些就是油 身體需要好的油 煮的油就是什麼呢 煮得的油就是椰子油 橄欖油 還有菩提子油 很多就不需要煮的油 就是直食的油 譬如阿麻子油 除了阿麻子油 還有魚建薯油 魚油 還有大麻子油 這些就是不可以經高溫度 要植用的 還有果仁 Nuts 和種子 種子如果能夠將它發芽菜 將種子發芽菜 營養會增加成三倍 所以這也是一個很重要的食物 最高的就是肉類 盡量是白肉 或者飛琴之類的肉類 這個就是現在我們所謂最新的食物 金字塔 和我們過去那些 很強調的乳類的食物 雞蛋 牛奶 牛乳類的食物 這個已經沒有了 還有種種 下面是很多菊類的 這個都是一種 我們已經覺得 這個不是一個高質素的食物 好了 我們再看看 什麼叫做高質素的食物 我們怎麼去比較呢 譬如有一個人在吃 吃一些高蛋白質的食物 譬如在吃磚肉 用牛肉去代替 我們認為 牛肉是比磚肉好一點的 因為牛肉是比較容易消化的 還有它那個含的飽和脂肪 是比較少一點的 而雞肉也都是比牛肉好一點的 而魚就比雞更加好一點的 因為它是容易消化的 還有它那個 那個飽和脂肪也都更加低的 那這個就是食物的那個質素的等級 那還有呢 就是豆腐 例如Limer Beans 還有Lantos 是扁豆 還有Chick Peas 是那個什麼 鷹嘴豆 鷹嘴豆 就像上面所說的那些 之前說的那些 那如果我們向上一路那樣 琴上去的時候 那個質素一路那樣去改善 那我們會開始 就會加多一些蛋白質的食物 用一些是未曾煮過的 即是沒有燒過沒有煮過的 譬如芝士 用一些Raw Milk 或者沒有加鹽的 的乳類 由製造出來的芝士 那我再升上去 就升到果仁 種子 那這些都可以Raw 不需要加鹽的 就是簡單來說呢 如果我們的食物 是越接近自然的狀態 即是它自然出現的狀態 那我們盡量是接近它生的 毛巾高度攀蔭的情況 它的質素就越來越好 那為什麼呢 在這種情況呢 大部分的酵素都是完整的 那安基酸呢 都是一個最好的狀況的 那其它的礦物炎 維他命啊 那個微元素啊 那個碳水發酵物啊 還有那個我們的生命力 都存在了 那這些生命力呢 就會讓我們身體 身體的組織 是充滿生命 還有呢 是可以長持久很多的 那在我們所說的蛋白質的 那個食物的那些質素的分類 那我也可以應用在那些澱粉質那裡的 澱粉質 譬如那個 那個糖啊 高糖的食物啊 脂肪啊 或者礦物鹽豐富的食物 譬如蔬菜 那當然啦 那當然啦 我們如果盡量是減低不好的食物 譬如咖啡啊 茶啊 朱古力啊 煙啊 鹽啊 那些那些 那些胡椒粉啊 這些的物質呢 那會令到我們那個營養 那個食物的質素呢 是更加好的了 那我們會問了 那我們說 醫食桐源 那為什麼這些好的食物 和我們那個康復啊 從疾病康復呢 其實有什麼關係呢 那簡單來說呢 我們的食物的質素越高呢 我們呢 是 我們從疾病的康復 其實是應該是越快的 那我們當然呢 第一要能夠正常地消化呢 以及吸收這些好的食物 那我們也知道呢 我們要考慮到 就食物的正確的配搭 那大家都知不知道 什麼叫正確的食物配搭 戴安妮有沒有聽過 我有看過一些資料是說 最好是蔬菜和蛋白劑一起吃 還有呢 蔬菜和肉類一起吃 就不要混合 澱粉質和碳水化合物 那消化會比較難一點 是的 那其實簡單來說呢 就是我們知道了 就說我們身體 儘量將澱粉質的食物 和蛋白質的食物 就不要一餐 就是不要同時一起吃下去 那原因就說 我們如果身體要消化 澱粉質呢 我們需要鹼性的環境 我們要消化肉類 我們需要酸性的環境 如果酸性和澱粉質和肉類一起吃呢 酸鹼的環境就會很混亂 身體不知道應該是製造多些酸 或者製造多些鹼呢 令到我們的消化負擔加重了 所以簡單來說呢 盡量是肉類和飯類 在中華所謂的澱粉質那些 就盡量不要同時吃 那盡量呢 就是和那個 但蔬菜是八搭的 蔬菜是八搭的 那你知道韓國人呢 吃的那些燒烤呢 就不止香港人呢 他韓國人是用了那些葉的 用蔬菜包的 就算煮了之後呢 他發現呢 如果你能夠吃乾的時候呢 肉類和蔬菜包著一起進口 一起進口 那些肉類的不好的問題呢 就會被化解了 因為你的蔬菜是生菜 一起吃下去就會化解 那就是說呢 如果我們要配搭 蔬菜可以八搭的 那澱粉質呢 和那個 那個炭水化合物呢 和那個肉類呢 就是盡量就不要夾在一起 那還有之外呢 那水果呢 就盡量就不要 就是和飯一起吃 就是吃水果呢 就盡量是單獨地吃 OK 那其實一個是這麼簡單的 就是那個combination 就是那個分配那個結合 那個那個道理來的 好了 那此其一 那還有一樣東西呢 我們吃東西的時候呢 我們呢 就應該呢 就吃那個食物的次序 都有些關係的 那通常呢 我就說呢 容易消化的食物 就先吃先啦 OK 難消化的那些 就再次等一點 再濃縮的 再濃的 就是最難的消化 就其實最後啦 那麼簡單來說呢 水果的那些是最容易消化啦 那最好是可以早餐 就是可以先吃的 就不是飯後吃的 那接著呢 就是澱粉質啦 就是遲等一點啦 就是消化的時間 又比較久一點啦 那最後呢 就是那個什麼呢 就是那個 那個蛋白質啦 肉類呢 是最遲的 那所以盡量呢 如果你吃東西呢 是單純一點吃啦 單一些吃啦 就是不會什麼都混在一起吃呢 那麼那個吸收會比較好一點 那當然呢 除了糖分啦 他發現呢 如果糖分單純吃呢 那麼衝擊會大一點的 那所以有時候呢 那些人呢 飯後吃一點點甜品呢 就混合食物吃呢 就是好過呢 就這樣單純吃一個蛋糕啊 那樣的 那我亦都知道啦 那我亦都知道啦 我們那個 我們的份量啦 是吧 我們食的份量 每種食物的份量啦 那還有呢 那個時間 日進食的時間啦 那通常呢 我們的飲食習慣呢 通常呢 就夠鐘吃飯 就吃早餐 夠鐘吃午飯就吃午飯 夠鐘吃午飯 其實都沒有照顧到 身體到底有沒有餓不餓 是吧 所以正確的 吃東西的時間呢 就不是看中食飯 是看自己的身體呢 到底餓不餓的 這一節時間差不多 稍後回來 繼續自然療法餘理 我們平時喝的水 都充滿了重金屬 雜質 錄氣 和細菌 我會用健波能量活水氣 除了可以清除以上的雜質之外 還可以活化水中的信息 健波能量活水氣 生命之源 健康之全 陸創意健康店電話 二百八二四百四百 網址 在三個W H E A L T H S H O P 根据健康飲食方法 他們會遇到什麼症狀呢 我們身體其實是很威死聰明的 當我們身體的食物質素 是好過我們身體的 本身的所謂身體的纖維 身體本身細胞質素的時候 身體就開始怎樣呢 是將一些低級的物料 組織 將它去排走 營養一些好的材料 即是好過建築材料 這是我們身體的 所謂大自然的計劃 可以說進化 排走壞的東西 好的東西就可以代替了它 可以說最簡單的進化 其實我身體選擇的東西 是非常之好 選擇飲的 選擇雜食的 即是很懂得選擇的 那永遠就是選擇好的東西 改善我們的健康 那我身體呢 就是內在的能力 就是不斷地向這個方向走的 除非我們妨礙都會太厲害 我們身體自己克服不了 那當然啦 如果我們不能夠去康復的時候 我們會繼續退化 進入那個疾病的狀態 那我身體呢 譬如有時出現一些 我們叫做補救症狀的狀態 譬如會傷風 會發燒 會有些傷口 會腫 或者這些身體受傷之後 會有發炎 那其實可以看到 其實我們身體呢 是盡量是想盡辦法 是盡量一些的維修 維保 來到替換 將我們身體 是推進一個健康一個狀態的 那除非我們 就是阻止它 那這樣 那你會問 當我們的身體 即是食物裏面 又用一個壞 用好的食物呢 是代替了壞的低級數的食物呢 其實有些什麼症狀出現呢 就是我們會這樣 會經常會問這件事的 但是我們 譬如我們吃很多刺激的刺激品 譬如咖啡、茶、朱古力、可可 突然停止的時候 很多人會有些什麼感覺 即是喝咖啡喝多 突然之間不喝會怎樣 沒有精神啊 頭痛啊 周身不安樂 那一定要喝 沒錯 那其實為什麽這個現象出現呢 因為有些毒素 排出來 沒錯 那即是身體呢 即是你一不放的時候 身體其實身體不斷地想企圖 將這些毒素推出去 那你一給身體有機會推 它就會將這些這樣的毒素 就排出體外 經過血液排出體外 那當然這些這樣的物質 在血液裏面 是經過我們的腦袋 那它就會令到身體 就會出現什麼症狀呢 即是覺得個人會有痛的感覺 那即是 還有我們的身體 如果是 心臟會跳得快些 那 有些人是這樣 吃了一些刺激的東西 就會心臟跳得快些 那當然 你表面來說 心臟跳得快 好像個人興奮 是吧 但是那個心臟跳得慢的時候 情緒好像緩慢了 低落了 那這些這樣的症狀 會出現 大概起碼 就在三天之內 就會出現的了 但是 我們要 慢慢你的症狀消失了之後 我們才開始 就康復 就會覺得 就越來越健康了 那這個就是我們身體的 是一種這樣的反應 那或者 Diane 你自己過去 我知道 你以前在 你讀的科 都是講營養的 那你自己還是 身體力行的人 那你自己可不可以 跟大家分享一下 當你以前 將食物改變了的時候 那你怎樣改變呢 還有你當時的感覺 是怎樣的感覺呢 嗯 那初時我就 就是 本來我就 會可能吃很多麵包蛋糕的 就是可能是一些製過的食品 那我就減少了 進食這些食品 那我個人就會覺得 精神了的 初時就 但是 覺得那陣子是很容易病 不知道為什麼 那我覺得可能是一些 排毒的反應 嗯 OK 那跟著呢 有沒有過了 有沒有過了這個階段 也有過到期的 當然 那個人之後 都是覺得精神了的 就是比起以前 就是吃很多 就是可能麵包蛋糕 麥類製粉 那時候是精神很多的 還有體重會下降了 那通常呢 你會看到 在早期 就是可能大概 初多個十日 左右 可能有幾個星期 那我們的身體呢 就是 我們那個 我們的身體的 重要那個能量呢 是會轉移 由我們的身體 肌肉的皮膚 開始呢 進入我們的身體 內部的重要的器官 開始呢 重新來到 來到重建的 那這種情況出現的時候呢 就會感覺到 你最初都會覺得 那個肌肉好像沒什麼力 還有呢 這個身體的 就是肌肉一些 因為那些 那個能量 走進身體內部的器官 那會覺得好像累了 那樣的 那 那 那 主要原因就是 我們的身體呢 是要重組的身體 裡面的主要的器官 那 有時候會覺得累啊 比較 就是覺得 好像 力度好像 大不如前 那樣 但是這個很重要的 因為很多人呢 就會發現 當他身體遇到這些改變 他就覺得 哎呀 不妥啊 我以前的經歷很凶沛的 那突然之間 我好像就是 他人好像很不舒服 很呆滯 那他就很快 就可能會終止 停止他 那大問題呢 你一定要堅持 要明白身體 為什麼會做這件事 那我在醫學上 在自然醫療 經常有一種概念 叫做Retracing Retracing 就是簡單來說 我的身體 就會 會 到轉頭 重組回 以前那個情況 就是你本來有一個 A 的問題 那 處理得不好 變成B B 的問題 處理不好 變成C 在康復的過程裡面 我們往往 是會看到一個症狀 就是那個問題 就會由 舊病 可能要 走出來 吐出來 即是說 一個 譬如你身體 那個家裡已經住得 熊熊爛爛爛 很多的物料 已經破破爛爛 舊了 發霉 潮濕了 那你重新要做一個 即是建一間好的 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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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的屋的時候 可以把好的材料 那些磚頭 那些 新的水 那些水喉管 即是你帶到新屋那裏 那裏 身體第一件事 要把舊的東西 就要去 扔走它 那這個就需要 我們那個 身體的肝 膽 那些膽 那些膽汁 來排泄 那些膽汁 那些膽汁 由我們的血管 和微思血管 靜脈那裏 是排走的 那當然 在這個過程裏 我們的腦袋 即是好像突然之間 身體很多的 髒東西在動的時候 那個人的腦袋 反而覺得好像不舒服 那些關節 可能覺得很多 有冤痛 那很多人 就遇到這些情況之下 就馬上 就怎樣 吃些阿士不靈 那些 那些 安眠藥 這樣 來強行禁止 那如果做了這件事 就很麻煩了 就是你的身體 康埔的能力 就會徹底減低了 那 說實來講 我們身體的生產代 就有三部份 那第一部份 就是Catabolism Catabolism 是一種 我們叫做 breaking down 即化解 將那些 骯髒的東西 就要 要 化解 它 就是不好的東西 那些骯髒的東西 垃圾 就要將它 化解 它 就將它 再丟出身體 那這個 我們叫做 Catabolism 第一個階段 這個階段 出現的時候 我們當然 很多不好的 骯髒的東西 丟出身體 自然就會看到什麼 會體重 會減低 那些垃圾 是推走了 那跟著 慢慢 過了一段時間 身體 就會跟著 第二期 我們叫做 Stabilization 這個 Stabilization 我們叫做 穩定期 那 即我身體 在某程度上 就已經 穩定了 那些 不好的材料 就已經 丟到七七八八了 那 那跟著 身體 就花點時間 需要 我們叫做 Anabolism Anabolism 就是重新 來到重新 是樹立 重新 重建 重建起來 那身體 這個是最後 那個階段 那經過這個階段 之後 身體 就會覺得 個人是真真正正 健康起來 那 所以 我們在健康 康復的過程 裡面 不用你 用什麼方法 當然 飲食 是最重要的 但這個 也是比較上 最難做的 一般人的飲食 習慣 是很難改的 但是 如果你能夠改得到 或者用其他 醫療的方法 是令到你的身體 真真正正正 向好 那你的身體 就會慢慢地 會有 但是 我想再說 其實 在康復的過程裡面 其實 有我叫做 反覆性 會高高低低 先叉叉一下 有時候 正如你剛才所說 你會突然 好像個人容易多病了 這樣 其實 身體 就是要在 幫你身體 排走一些不好的東西 所以 有時候 你會體現 有時候會吐瀉 有時候 皮膚有出診 可能 身體 可能有拋診出 甚至乎 有吐瀉 比較累 特別軟弱 這樣 不想去做運動 被人緊張 其實 很多這樣的症狀 其實都是身體 在康復過程裡面 會出現的 大家一定要接受 其實身體很多這些症狀 是一種排毒的症狀 你要堅持 做下去 最終 你的身體 就會慢慢地 感覺到 是越來越真正的精神 而且 你會發現 你所需要吃的東西 其實是越來越少的 你可能一天吃 一餐兩餐 媽媽 你吃到一餐就夠了 你會看到 當我們年紀比較大 的時候 其實 我們的新陳代謝 會慢一點 其實我們需要的食物 其實都不需要那麼多 我這次在法國 亦都遇到一個 法國的老太婆 她都百多歲 可以看到 她招呼我們 當然 我們發現 我們年輕一點 吃東西比她很多 這位法國女士 百多歲女士 其實她不太吃東西 但跟著 她又帶我們去觀光 你知道了 法國的地方 其實她是走的 一直跟著我們走 走到很多地方 除了去巴黎的海船門 那裡 那裡走的樓梯 真的很辛苦 她沒有幫我們走上去 她坐電梯 但她經常跟著我們 走幾個小時 看到她吃的東西很少 她做運動 她除了市區 有個住宅 有個公寓 小小間的 原來在法國的郊區 她自己有個田園 你會看到 健康的人 精力充沛 所需要的食物 其實是越來越不需要很多的 那 希望 大家 在我們的 所謂 尋找健康的過程裡面 其實我們會經歷到 一種反覆性的健康復元 不論要用什麼方法都好 大家一定要了解 以及一定要堅持 我們才能夠最終 得到我們的真正的健康 明白了 今天謝謝袁醫生的分享 如果有急切性的問題 可以打以下這個電話 跟袁醫生預約回診 2577-3798 如果想重溫我們的節目 可以上我們的網址